上海这家很少人知道的小商品市场 能修能补 很多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好了朋友们 那么这个小商品市场的位置 就在杨浦区 英行路 包头路路口这里 我是坐地铁八号线 到世光路站下来的 然后走了几分钟 到达这里的 阿罗区可这些商品是张 跟哪边有区张气 都是跟他一样 这里是61路公交车 工农新村终点站 后来才改造成了 这么一个小商品市场 开业到现在也快十年了 一走进这个市场 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 如此接地气的风格 好像已经不多见了 给人一种非常怀旧的感觉 我们看这个里面的商品 都堆积得像小山一样高 而且卖的 好像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东西 看网上的报道说 整个市场的面积 有1700多个平方米 共有100多个摊位 60多个小间 主要以鞋袜 包包 日用百货 五金灯具 玉器 等等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社区便民服务 像裁缝店 修理店等等 所以我看这种规模的 好像不多 比较齐全的 这里的摊主 耶稣阿姨 也是我逛了这么多市场以来 态度最好的 会非常和蔼可亲的问你 我说我是来拍拍视频的 不打算买 他们也就笑嘻嘻的说 然后还顺便给我介绍起了 这个市场的历史 帮我讲完之后 又低下头 继续看齐了平板上的电视剧 有一个从我理想 哑娘的亲切骨 服务部店 杂货店 有一种八九十年代的感觉 而且这个市场里面的商品 或者是零件 网友说很多 也是外面买不到的 配不到的 价格也都不贵 再加上这附近 居民区也比较多 所以过来这边 淘淘便宜货 缝缝补补修修的朋友 还是蛮多的 这里还有很多男士女士包包 这里面真的是容易离路 全都是东西 还有开索大王 整个市场 无论是老板 还是一个个摊位 都让人感觉 非常的真诚和朴素 确实像这样氛围的 小商品市场 在上海已经是不太多见了 那像这边的商户 其实以前也都是 这里的老生意了 他们以前都是在 英行路 包头路 道路两侧摆摊的 大大小小的地摊 当时有300多个 后来因为马路整治 才集中搬到了 这个小商品市场里面 这种地摆摆的 都要摆了 我说的 有多多打开 像妈妈 自来 好了 出来发现天也晚了 天也暗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这个小商品市场怎么样呢 你又是否来过这边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与秋库进行交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大家这位